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很感变的问题 我要请教的就是 天下杂志他说过一件事情 就是说如果把核四拿掉的话 从开始这样一个政策到今天 其实呢这个政府 我们都在这个稿上面 已经投入了2700多亿 我们今天要把它给cut掉的话 后面后续的飞哨还有600多亿 所以其实为了帮我们的这个 子孙留一个绿色的家园之外 我其实认为如果要 不要光谈子孙 我们今天2300多万人 每一个人肩膀上 要全民买单负单 一亿多就是包括您包括我 这是任何一个国民不可承受之重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可能今天因为时间比较短 短短一个半钟头子 我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议题 所以呢比较没有足够的时间 我先从庶民经济的角度来谈这件事 我给您举一个例子 油店双涨的第二个礼拜 我到佳乐府去买吐司 我吓一跳 原来大概是34块钱一条吐司 突然涨到46块钱 我说才刚开始说要双涨 怎么就涨了30%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个东西叫做Fly Quill 它是一个飞轮 油和电 其实是整个经济运转的时候 最核心成本结构 事实上滚起飞轮来 后面滚出一个最大雪球的一个部分 天下杂志谈 我们如果核四拿掉的话 以后的用电单价 还要另外再涨40% 我不知道您对 我刚刚谈的这两个问题 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除了我们在谈 我们的安全之外 因为我认为 这是一个公共政策的议题 我刚刚谈的时间很短 可是我们马上要搞到 0和1的选择 安全或不安全的公投 可能事实上 并不是那么公寓 老师我请教你 谢谢 谢谢你的提问 首先谢谢你 从小看我的新闻想法 说实在 如果被 被要被 贴标签 我现在是半白老妇 了 超过50岁 就半白老老 老翁或老妇 那 这是好玩的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因为从一开始 其实我们就政府就告诉我们 因为没有核四的话 就会 电价涨40% 但是我们也经常看到 其实有太多的数据告诉我们 这是怎么算来的 我们其实刚刚看到就是电价 请告诉我们电价怎么算的 然后呢我们也希望说电价 讲百分之四是怎么来的 这个是应该有个很清楚的计算 城市告诉我们 那至少我们从昨天的 我们 我们 去参加了一个叫非核家园的论坛 从美国请来了陈柏欣陈教授 他今年八十几岁 今天也到立法院去做一个分享 他包括昨天我们早上八点到 昨天下午六点 他谈的 他是一位专家 他其实帮 全世界很多电厂都做过顾问 到 那他提供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 其实 我们 不需要盖电厂 不需要盖核四 其实不会有缺电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台电丢太多电 你在书店的过程当中呢 因为我们不肯升级我们的电网 不肯财油比较高压有效率的电网 所以让我们产生了再多的电 我们很多电都丢掉 他我们去这 总统股 他请教的时候 他说只有百分之四 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很多的年间的企业在做研究的时候 包括我们公司在做企业的时候 发现其实这个不是事实 丢了很多很多的电 所以如果能够先升级 我们的有限的电网的时候 其实 老实说 就算是我们毁时现成的生活 不用节能 这留一个小姐讲的 还是继续浪费 我们也不会缺电 因为最重要的官电 和书店的电网的问题 是需要去升级的 另外呢 刚才讲到这个 油电双掌的时候 其实跟那时候 那时候核四还不是一个话题 那为什么政府一定要油电双掌 因为 因为这就是世界燃料的成长 对不对 那燃料成本 他们一直都没有反应 由 是因为我们的政策 采取低电价 低电价措施 那低电价措施 但是其实我们 就康拉曼的 康拉曼的想 就 Thinking fast and low 直觉上觉得 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享受低电价 但是呢 同时 你要想说这个补贴低电价 是从哪来的 从税收 你是老百姓的税收去补 那补到哪去了呢 补到高耗能的采电去 人民有真正的受益吗 如果这不用去补贴这些高耗能的产业 甚至可以跟做更多的社会福利 跟教育的措施 回到真正的每一个人身上 那我觉得这是迷私 那个但是 我们常常就会 没有办法足够的理性空间去讨论 所以这为什么就是 妈妈监督社交联红 我们也是 我们希望我们表面上 也不是有合 也不是反合 而是希望我们都把双方的数据 拿出来清楚的讨论的 这样就不会变成是 又是直觉的去感觉到好害怕 我们因为我们 因为我们在脸书上 确实 还有我们身边 确实有很多的朋友 包括这个知识分子很高 教育学生很高的 包括企业主 他都跟我 也是跟我们讲说 我跟你不一样 我们是要合赐的 因为我们要低电价 我们觉得没有合赐 就会长低电价 可是等到你 我跟你一堆数据 你愿意去相信的时候 这不是一个合不合赐的问题 当然我也谈到 就不是合不合赐的问题 也是我们用电效率 我们用电政策 如果我们用电政策 用电效率都对的时候 我们真的不要讨论 合不合赐 不要讨论 合不合电传 其实有太多的 就是刚刚刚刚讲的第一个丢电 第二个人 是你的错误的政策 嗯 補贴了你的高大门产业 然后让我们的很多的链浪费掉了 然后被错用掉 这才是 我觉得你再盖了 再盖两个三个隔天厂都不够 就好像你血管 有人说台北的血管其实露得蛮厉害 那你如果水管很厉害的时候 那个露得很厉害 上面做了再多的什么 fancy的水龙头 来到水里面去浮现 所以应该是 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追根救 福祉球星 今天遇到这个合电厂的问题 应该真的是福祉球星 去讨论我们的需求 我们的需求面 如果不是那么大 可以更有效的控制的时候 我们干嘛去盖那么多电厂 我不晓得 其实我我不是个专家 我最多最多最多只能够做的 就是一个记者 能够分析收集资料的一些功夫 那还是很希望就是 大家密切注意双方不同的意见 然后一定大家都一定要心理气和的来讨论 因为我觉得真理真的是越变越明 而且可以帮助我们台湾 进入一个更成熟的民主国家 让台湾的经济能够真正的转型 我们台湾的政府常常说 我们要文创产业吧 但是一方面就鼓励高耗能 一方面 那怎么文创成为一个主流呢 而且我们其实从数字看到的 政府也是说 要鼓励新再生能源主力绿能 可是我们这几年来不尽反退 为什么 因为没有资料措施 这是一个违反世界趋势的 那刚刚讲到那个能源 我再多讲一句就是 未来世界能源就是核电是最贵的 这不是CE 主要CEO讲的话 其实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在能源产业 包括我本人去问到了全世界最大 十月公司的总裁 他讲说核能就是最贵 尤其会越来越贵 对台湾可能更贵 所以我们就是一小人臭 而天然气 尤其是shell gas 是未来主流 唯一唯一台湾是跟大家背道而驰 我觉得 这也是让我觉得非常费力所思的地方 谢谢 我相信可能真的不是专家 所以没办法听得非常精细 所以请容许我就是 就这样子回答 谢谢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谢谢 我有一个问题一直对很久 就是说